江苏长州挖出一具千年血冠 色泽如新就像是刚刚下葬一样 近看棺材的四面竟然会有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四神图案 打开棺材 专家再一次静待了 只见牧主人手持阎王告地书 当专家看到告地书上面记载的内容以后 吓得当场昏死了过去 阎王告地书上面究竟记载了什么内容 牧主人又是谁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 下个关注 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千年血冠之谜 下集 随着红色器官缓缓升起 牧主人终于离开了他沉睡近千年的家 将红色器官运回长州博物馆以后 考古专家们制定了详细的清理保护预案 首先文物保护专家将器官放置于操作平台上 拆除了用于保护器官的木方 海绵 绷弹 保鲜膜等材料 然后用清水清理器官上的淤土 为了防止棺木没变或快速变形等情况 文物保护专家们使用药水喷洒器官全身 对器官表面进行保护 随着棺材上面的淤泥一点点脱落 考古队员们惊喜地发现 观赏出了白虎玄武图案 器官的另外两侧果真会有青龙和朱雀的图案 也就是说这具棺材四面的确会有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四大神兽 这种棺木是非常罕见 也是非常珍贵的 文物保护专家立即用相机将其拍照记录了下来 这是棺材上绘制的青龙图案 图案以黑线描绘 它头顶双脚 双目圆针 身披网纹状的龙鳞 四招强劲有力 好像马上就要腾空而起 这是另一侧的朱雀图案 它鸟手阴嘴 头部为锤 神色庄严 尾一勾颂 镇翅欲飞 四成图案在我们古代很多地方都有使用过 比如说瓦当 还有墓葬的壁画里面 还有其他一些绘画 还有其他一些材质上 都会有这种图案出现 出现在我们这次西尔村棺木四壁上 我们认为它的作用跟其他的作用应该都是一样的 主要是起了一个壁鞋的作用 由于这具棺材在地下埋葬的时间太久 棺内存在了大量的棺叶 如果想要打开棺材 就要先把棺叶排干净 然而考古队员发现棺叶的倒出并没有那么容易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棺材的完整性 考古队员决定在棺材的底部转一个小孔 打孔成功以后大量的液体涌了出来 经过将近十个小时的排水作业 一千斤的棺叶终于被排了出去 将棺叶排干净以后 就进入了此次发掘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开棺 为了保护棺材他们决定先将棺材吊装起来 然后用木析搭进棺材的底部 这样就能把棺叶和棺盖像取蛋糕盒一样的方式揭开 一切准备就绪 开棺工作正式开始了 先别着急 先别着急 开始 等会啊 好 开始 好 江苏常州挖出一具千年血关 随着一根根木析的深入 棺叶与底板逐渐分离 这个时候专家决定对棺叶进行起掉 起了吗 好 起 慢一点 慢一点 经过考古队员们的共同努力 棺叶与底板最终完全分离 当考古队员看向棺内时 立即表现出来了喜悦的心情 有磁气的 就在那个口那边 有磁气的 还有个帽子 那边有苹果 那个是干嘛 弄清楚关内文物分布情况以后 考古队员决定将棺底移出去 放到实验台上面 仔细清理 就在这时 突然发生了意外 由于门太窄 棺底被死死地卡在了门中央 庆幸的是 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 棺材显向还生 安全通过了 一切准备就绪 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棺内文物 为了更好地提取棺内文物 他们先将牧主人的骸骨 提取了出去 首先被提取出来的是两个牧书 难道牧主人是一位女性 紧接着一双筷子 也被提取了出去 这双筷子还是毛衣东 提取完木块 考古队员开始提取 头骨旁边的磁盏 将磁盏表面淤泥 清理干净以后 在场的考古队员们都惊呆了 磁盏的底部 竟然有梅花纹饰 经专家鉴定 这是一对龙泉瑶梅花纹青磁盏 出土如此多的文物 可把考古队员们乐坏了 就在他们兴奋之余 又一件文物的出土 立即将此次考古发掘工作 拉到了高潮 清洗掉文物表面淤泥 木板上面的文字逐渐显露了出来 智监在他的开头写道 为皇宋嘉定 嘉定是南宋皇帝宋宁宗赵阔的年号 对应的时间为 公元1208年至公元1224年 这期间的跨度为17年 也就是说 墓主人下葬的时间 就在公元1208年至公元1224年之间 那这块写有年代的木板 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经专家鉴定 这是一件买地券 买地券相当于硬件的房产证 也叫做告地书 通常会写在目读上 跟随试者埋入墓穴 内容大多数以地上官吏的名义 告知因私官吏 某县某厢某人 与何年何月何时 带着何物到贵处报到 有了买地券 就等于在阴间有了棋身之所 然而 随着专家的深入解读 一串数字的出现 让他吓得差点 昏死过去 只见木板上这样写道 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 买到某地 专家们看到这传数字 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就这一小块墓地 竟然值这么多钱 通过对买地券的不断研究 专家也弄清楚了 牧主人的身份之谜 原来牧主人叫 于氏七二娘子 她去世的时候 年仅四十岁 随着买地券被提取出来 此次发掘工作 也就此告一段落 买地券的出土 也为宋代藏俗 藏仪 民间信仰 提供了重要资料 您对这座宋代古墓 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